很高兴,在这里跟你见面 您的大名经常在内地的报刊看到 您对推动中华文化发展做了很多的工作 特别是跟南洋国家的华侨方面 所以这期展览定的题目叫南洋空王和勤 请你谈一下王和勤的意义在哪里 我是福建的,福建有很多的远护南洋 谋生的我们的祖辈 我自己的伯父,两个伯父 一个就在新疆国,一个就在马来西亚 所以这些我们的父辈祖辈们 他们对祖国母国都有一个很好的愿景 这个愿景就是希望能够使他们的子孙 能够不断地不忘母国,不忘母国文化 保留了一个作为华人的一个基本的文化基因 那么黄和勤呢,为什么取名为黄和勤呢? 大家知道黄和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当然还有长江,那么以河南的山门峡为一个基地 来展开对祖国,对母国中华文明的一个探源和了解 并能够把这种通过三国艺术家的这种交流 把这样的一种某国的文化能够进一步的扩展 那么海外 这是我们对于东南亚华文艺术圈的一个非常良好的愿望 同时呢,中国的文化也是渊源流长的 而且代表了中国文化的这些书画 它其实也透露了我们中华这种很优秀很高妙的这种艺术传统 对对对 那么我们现在虽然画的是油画 但是呢,文化里面它包含着画的这种金坟在里 画的金坟实际上是含在文化里面 所以我们对于西方的油画 以及对中国的这种上千年传统的这种优秀的绘画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辨识 一个了解 什么是根,什么是圆 什么是本民主的,什么是外来的 这就是我们想作为中华 中华这个,不 防和情的一个基本的初衷 对对,非常好 那这些南亚风方面 从你的眼光去看 他们又有哪些优秀的特点 可以相互的补充学习的交流 南亚风,我所了解的这种在废话节 我想也是基由我们前辈的这些华人祖先 他们永福从羊 在东南亚各地,骆驼,生耕 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他把自己的本民主,某国的文化带了进来 在这边繁衍生息 同时又把这种文化的传承给了他的后代 这就在东南亚的华人圈里面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文化定式 当然,他到东南亚来,这里面有本土的文化 有本土的文明存在 这里面肯定会产生融合 再加上上个世纪以前 东南亚在印度乃至英国乃至葡萄牙、荷兰的一个 我们说是旺质民状态或者是殖民状态 他必然会吸融了外来的文化 也就是吸融了西方的文化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的融合 就产生了马来的文化 西洋的文化和我们东方 也就是中国五国的这种文化的融合 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下面形成的东南亚 也就是我们讲的文化上的南洋风 或者说废话上的南洋风是很鲜明的 这是我们想了解的东西 南洋风是不是有一种另类的风格 比如夜情啊,比较豪迈啊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 有的,这里南洋风首先在气候条件下面 它体现的很鲜明 风和热丽 蓝天白云 植物很鲜艳 这个色彩很明快 这种节奏也很鲜明的 是吧 对 然后呢,加上这个马来 或者说东南亚这一带的这种特别的地域 海域 形成了它的画面里面是很具有鲜明和独特的地方特色 尤其是在色彩上面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海啊 天空啊 植物啊 我们的建筑啊 都是非常响亮很明快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 从深到前的一种认识 那这些这个是 第一次办这个 南洋风 王河青 这个活动 往后 您有没有一个 想法 希望 每年都 都在不同的地方 来寻办 这个活动 这个是 我们是 认为是很需要的 很需要的 基于刚刚所谈到的 一个 一个是南洋风 我觉得很有必要 进行 延续性的 艺术的交流 这种交流 对于推动 我们东半球的 这样的一个 形成的一个文化的 大文化的一个圈落 是很有好 好联合同 富国联合同的 却可以跟那个 一带一路 对对对 这个也就是 能够把我们的 艺术界的 华人圈 能够 练练在一起 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了解到 很多的 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的艺术家 很著名的艺术家 他的祖基地 都在福建和广东 是吧 有的人 甚至还没有到过 五六十岁了 都还没有到过他的祖基地 我们想通过一次又一次 把他们带进 把他们请到中国大陆来 一方面去能够去认识 会更用 另一方面能够去体验 一个真正的这个中华文化的 一个根本的东西 我看这些展览啊 交流啊 都是比较上年级的 发扎 大家就有这个练力才达到这个水平了 那么年轻一代你们有什么方法去 希望传承下去 然后会在哪方面 采取一些超市 对对对 你这个思路是很对的 很对的 我们也在 前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也在想 如何把年轻的艺术家 三国 来自四国 五国六国 有东南亚的这种年轻的艺术家 能够放在一起来推动 交流 这个我们还得要 来细细的 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 嗯 通过各种的渠道 安华 使得这个青年的艺术家 尤其是青年华人 当然也可以包括 马来 马来民族的青年艺术家 隆进这个圈中来 你说什么 因为我知道呢 南洋有些国家呢 政府有些是对华文界 比较重视 有个别国家有木炭重视的 那么 是不是可以先从 重视华文的国家 先入手 像当地的青年人 华桥的沙一代 开展这方面的 创传推广的工作呢 是是是 我两次呢 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 艺术家们在一起 我充分地感受到 他们对 对母国的一种 强盛的期待 那么 对您刚刚说的 这个 在重视 法语 和重视 尊重 这个 法人艺术圈的 这些国家 我们首先来进行 这样的工作 以至把这种影响的 能够扩散开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正像 范迪安院长 在他的 今天下午开幕的支持中间所看到的 这是令人激动 和令人 遐想的一件好事情 对对对 非常好 那么 我们也落箭起床 如果有需要我们 协助到参传推广的 随心可以都联系 南洋风和河晴 游画展都开幕了 那你对这个活动 有什么期待 我跟我们的哲学 来参与这个活动的四位 艺术家 还有 因为不能来的 范迪安院长 我们大家都 祝愿 这个展览 能够顺利的开幕 而且取得 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 同时 我们也希望 今后呢 五国六地 这样的一个 大的 更大的 更大范围的这些 艺术交流活动 能够在各地 学会 开展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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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